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慧BI需求的爆发,对于全球半导体产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头部的半导体制造企业的员工的绩效奖金出现了两极分化。 而高额的薪酬已成为企业争夺顶尖人才,维持技术优势的关键策略。 因此,奖金规模的高低更被视为衡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台积电受益于强劲的AI晶片需求,去年总营收达到新台币2.89兆元,同比增长34%,净利润更是大涨40%,至新台币1.17兆元。 而出色的业绩表现,也推动了台积电发放的绩效奖金大涨。 台积电此前发放的去年度的绩效奖金,董事会核准员工酬劳总额达惊人的新台币1405.9亿元,较前一年大涨于40%,创下历史新高。 如果以台积电全球逾7.7万名员工计算,平均每人可领取超过新台币180万元。 据台湾媒体预计,资历达6年以上的工程师,薪资与奖金总收入可能高达新台币500万元。 美国投资银行Nidham & Company乐观预测,台积电AI营收将从2025年260亿美元,暴增至2029年900亿美元。 台积电也为了巩固人才,导入根据员工贡献度给予奖励的制度, 连对公司成功有贡献的离职员工也能获得奖金,使台积电成功将离职率持续维持在历史低点。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慧热潮席卷全球,台积电已成功占据晶片市场的巨大份额, 成为半导体行业万众瞩目的焦点,也是辉达DMD等客户的首选合作方。 这不仅为公司创造了巨额营收,其产能利用率也大幅飙升。 据报告显示,5奈米、4奈米及3奈米制程节点均已供不应求。 根据报道,当前台积电所处的一支独秀局面正促使企业投入巨资扩充产能, 但这也同时引发了劳动力短缺与资本支出、激增等严峻问题。 报道称,台积电的供应商们对晶圆厂扩建引发的成本攀升感到忧虑。 由于需应对的客户量过于庞大,且当前市场环境使提价举措难以实施。 据透露,台积电的资本支出预计将在2026年飙升至500亿美元, 其中增额的大部分将用于向2奈米等先进制程节点拓展, 同时确保4奈米等主流制程的产能供应。 不仅仅是制程节点,事实上, 先进封装技术正成为台积电面临的最大瓶颈, 因为高效能运算客户需求的急剧攀升正迫使该公司全力扩张产能。 与此同时,台积电在先进封装领域面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由于产能限制,迫使客户寻找替代方案, 英特尔等竞争对手对嵌入式多晶片互联桥接EMIB等封装方案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便是例证。 台积电业务蒸蒸日上, 但在几乎牢固独享晶片市场中, 企业经营逻辑截然不同, 想要满足所有客户需求而不做任何取舍几乎不可能实现。 对于徽达这类客户而言, 鉴于英特尔代工和三星等竞争对手尚未能生产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对外供货产品, 除台积电之外,几乎别无选择。 这意味着当前所有压力都集中在台积电身上。 在此背景之下, 台积电计划于2026年夏季启动其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座晶片工厂的设备安装工作, 目标在2027年实现三奈米制成量产。 这些设备的安装将标志着这家全球最大的晶片代工制造商在海外先进晶片制造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 多名消息人士透露, 设备进场预计集中在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完成。 目前的进度安排符合台积电董事长兼执行长魏哲嘉推动将美国晶片生产至少提前几个季度的计划。 其美国第二座工厂此前计划于2028年投产。 据报道,业内高管透露,晶片工厂的设备安装完毕后, 需耗时长达一年,完成生产线认证及产能踏坡。 而更先进的制程如3奈米已涉及超千道工序,工艺转移与验证周期可能进一步延长。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首座尖端晶片厂已投入营运, 目前为苹果公司代工部分晶片, 并承接挥达最新Blackwell人工智慧晶片订单。 该州专案总投资规模达1650亿美元, 涵盖五座晶片制造厂, 两座先进封装厂及一座研发中心。 台积电预计,专案建成后, 其约30%的尖端晶片将在美国本土生产。 北凤凰城区域因聚集多家关键供应商, 正逐步形成台积电全球最先进的晶片生产机群。 美国市场对台积电的营收贡献率持续攀升。 2024年第三季度, 美国客户收入占比达76%, 主要受人工智慧需求激增驱动。 台积电前十大尖端制成客户中, 辉达、苹果、AMD、英特尔及Google等美国企业占据主导地位。 与美国专案加速形成对比的是, 台积电已暂停日本雄本第二座工厂的建设, 转而评估未来需求并考虑在该国引入更先进制程。 受消费电子、工业及汽车领域成熟制成晶片需求复苏缓迈影响, 台积电同步放缓了日本工厂的设备安装及扩张计划。 并据海外媒体BanzinGao报道,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于2025年11月访问台积电, 明确提出对更先进AI晶片的迫切需求, 此举直接推动了台积电新一轮的建厂热潮。 据报道, 为确保2026年能有更多新产能投入使用, 台积电已紧急要求上游设备供应商缩短交货时间, 这一催单效应迅速传导至整个供应链。 行业预计, 相关设备厂商的高强度出货态势将至少持续到2026年第二季度。 目前, 台积电已全面启动大规模建厂计划。 在新竹和高雄, 公司正集中力量建设2奈米生产线, 南科厂区也在同步扩大2奈米产能。 针对现有的3奈米制程, 南科18厂持续进行扩产, 而更为先进的1.4奈米制程工厂则已在台中科学园区动工。 除了晶圆制造, 台积电也将扩张重点投向先进封装领域, 特别是晶片晶圆基板封装CoOS产能。 在AI晶片发展中, 仅靠提升制程已难以满足效能需求, 必须通过先进封装技术将处理器与高频宽记忆体紧密集成。 因此,台积电正大力投资建设先进封装产线, 以其突破当前制约AI晶片出货的关键瓶颈。 总体来看, 台积电的海外布局正在加速推进。 其位于美国亚利桑纳州的首座晶圆厂已进入量产阶段, 并外两座工厂亦在建设当中。 基于如此激进的全球扩张计划, 行业专家预测, 台积电2025年的资本支出有望达到480亿至500亿美元的惊人规模。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